人生就像一个很长的旅途 但无论路途有多遥远 Willowdale Subaru都会陪着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是我们收工比较晚 没有来得及做 制作的时间可能也会长 对 因为它要先包先做 然后它才好吃 因为那个馅不能过夜 过夜它有可能会酸 有可能会出现别的情况 您既然没给我们带灌汤包来 至少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灌汤包 就是发面包子 后来有人把那发面包子 因为很多人喜欢吃汤 原来那个生活也不像现在这么富裕 大家都比较喜欢里面有汤 有汤汁的 有汤汁的 有人把它加上煮好的肉冻 把它加到馅里面 把它包在那个包子里面 然后蒸汽一蒸 所有的肉冻会化掉 化成水了以后 它又会变成气 然后你会看到灌汤包像灯笼一样 所以它会骨得很饱满 这是灌汤包 然后在北方我们把它叫灌汤包 然后到了南方就变成小龙包了 因为南方人很少吃面食 吃面食比较少 那么这个灌汤包 中国最有名的灌汤包 可能大家知道 叫天津狗布里 其实它叫狗布里包子 狗对包子 其实它的灌汤包的一种 它就是灌汤包的一种 对 其实各个地方都有灌汤包 但是就是解放以后最有名的灌汤包 就是天津狗布里 当然还有在解放以前 河南开封第一楼的灌汤包 是最有名的 河南的 对 是非常有名 非常有名的灌汤包 而且很好 叫它摆出来 它是提起来像菊花 放下来像灯笼 那这灌汤包和这个 我们大家很熟悉的 上海的一种小龙包 有什么特别的 其实是上海的小龙包 是从北方灌汤包改良来的 改良人来的 其实内容基本上一样 只不过是加了一些 符合上海人习惯的 那些调味品 就是口味口感更符合上海人的习惯 对 上海人可能会采用什么蟹粉 经常说蟹粉小龙 对 因为 可能会用海鲜来做 对 它们主要是因为海边吃的东西 跟内地人吃的不一样 内地人主要以前吃不到鱼 吃不到海鲜 它主要是以这个 菜 猪肉 菜和猪肉为主 海边的人你就可以吃到海鲜了 所以它加一些蟹粉 鱼肉都可以 所以冠汤包种类相当多 除了猪肉以外 还有羊肉 还有你还可以包成全部素的 就是各种各样的菌类加在一起 当然这个在加拿大它比较费人工 所以很多人很多这个 这个做灌汤包的 做小龙包的那个饭店 它都不做品种太多 因为你做不出来 因为灌汤包只有现包现吃才好 那我们店里的是什么馅 以猪肉为主 我们以猪肉为主 也有蟹粉小龙包 也有蟹粉小龙包 对 那我们知道包子 除了皮就是馅的对吧 对 这就说了也跟废话一样 这个包子我们知道 普通的一种北方吃的 普通的大包子 菜包或者等等之类的 包括我们吃到这个上海的小龙包 明显感觉这个包子皮都是不一样 对 那么我们这个灌汤包里面 这个皮有什么讲究 灌汤包的皮 如果讲究起来也很讲究 它跟这个 我们平常吃的那大包子 皮最大的不同是 它是一个 我们叫冷水和面 冷水面 那么我们吃的包子是发面 这个是最大的不同 就普通包子也都是发面包 对 普通包子都是发面包子 灌汤包是冷水面 冷水面呢 当然你要希望它又白 又薄 当然你就需要花点功夫 所以说一般的灌汤包要求 折是十八折 要求包成十八个折 标准的十八个折 然后皮呢 当然不能太薄 也不能太厚 因为太薄的话 你用筷子夹 你是夹不起来的 一夹就来 所以说它皮太薄了 你太厚了 当然灌汤包就失去了这个鲜美的味道 因为它主要是以里面的馅和汤 汤料 品尝它馅和汤料的鲜美的味道 行了 说完这个我们吃不着的灌汤包 灌汤包 我们要来说说我们吃得着了 这个灌汤包吃不着现在没关系 大家去我们中华灌汤包店里 肯定就能吃到了 而且是最新鲜的这个馅当包带给大家 今天给我们带来几道 既有凉菜也有热菜 还有点心 是不是 羊肉串 我们看看这个摆在面前 这个乍一看 我们都非常像夫妻废片 对 跟我们还在聊 你这是夫妻废片吗 这叫圆锡牛肉丝 是一个香菜牛肉 对 拌的凉拌香菜 牛肉丝 那么这个牛肉丝 跟普通的我们牛肉丝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不同的特点在哪里 这个牛肉丝呢 主要是以卤好的牛肉为基础来做的 然后你加一些调料就可以了 因为它主要取决你自己 你自己卤肉的 每个店里卤肉的这个程度 你看卤肉你香不香 好不好吃 跟这个很有关系 因为很多卤肉 你可以看到 第一 颜色可能不太好 第二可能是 它的香味不够足 所以 因为在加拿大 不像在中国 没有那么多添加剂 所以你需要用天然的原料 把这个香味露出来 需要花工夫 所以这个很多人喜欢 很多广东人 香港人很喜欢这个菜 咱们店里的这个菜品 其实还是以北方口味为主 我们的菜品是 吃地地道道的东北菜 东北菜 对 以东北菜为基础 当然全国人民都在吃川菜 我们也有 所以也要有辣的 对 而且你看我看到 这个凉粉 这是西北的 这个叫凉皮 凉皮 对 这蛮特别的 跟我们日常可能吃到 比如说什么川北凉粉 你看的都不一样 这个区别相当大 很大了 因为这个是面粉做的 凉皮是 凉粉是用绿豆粉做的 区别非常大 这个凉皮是 都叫陕西凉皮 但是我们这个风味 跟陕西凉皮稍微不同 有什么不同 对 这个陕西凉皮 主要以酸辣为主 我们这个凉皮 主要是香辣为主 它没有酸口 梅粉 醋 醋很少 所以各个地方 这个吃凉皮的习惯不一样 但是原产 这个凉皮的原创在陕西 是用面粉做的 和完面以后 然后把这个面 在水里像洗衣服一样洗 洗完了以后 面会分成两层 一层是浆 一层是洗不掉的东西 那些东西就有面筋 就是现在这个 你看到这些面筋 蒸好以后就是面筋 再把面筋切来看 对 面筋 上海人用面筋做四溪烤夫 可能大家都知道 对 这个凉皮 这个最大特点是 比较筋道 透明 筋道 而且它是具有 独特的地方风味 尤其是女生特别喜欢 对 那好多女生都爱吃这个凉皮 凉粉 我看到这个羊肉串 我们的好多烧烤店等等 之类的都会有羊肉串 咱们店里为什么 特别还有羊肉串 因为羊肉串 羊肉串这个 各个地方吃吧 都有 其实哪个地方都有 但是我们这个羊肉串 第一 现在我们不是烤的 因为我们缺乏这个烤炉 我们店那个厨房没有足够大 没有烤炉 那这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是炸的羊肉 炸的 但是炸的呢 因为只要你火候控制的好 它这个并不油腻 而且我们用的羊肉 大家都知道 加拿大的羊肉本身就不错 而且我们用的是整块的新西兰羊 整块的新西兰羊肉来做的 这个口感非常好 包括你看很多华人 很多西人来吃这个羊肉串 他说你的羊肉串 number one 很好吃 既然说的这么好 我们一定要尝一尝 尝一尝 可能是 我想刚炸出来可能会更好 会更好吃 对对对 就是杜鲁诺现在有些羊肉串的店 不少有新疆人开的 对吧 还有这种整个是春北那种的都有 对 然后我们这个羊肉串是炸的和那个烤的 就会有区别 有区别有区别 炸的需要 对炸的时候你需要做一些处理 肉很劲道 所以说有点凉 另外我们看到前面摆的这两个是馅儿饼吗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牛肉火烧 火烧 对可能你们两个都北方人 可能应该知道陕西很出名的叫肉夹馍 肉夹馍是 这很像 因为在多伦多做肉夹馍的也很多 但是我们 因为肉夹馍它是用五花肉来做的 它就比较油腻 油很大 油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就想 尝试用牛肉来做 对 用牛肉来做 然后现在这个就是牛肉 也是牛肉滷好的牛肉 然后把它调好夹进去 对 然后再经过烘烤 整个的这个牛肉香味就会被逼出来 对 好 非常谢谢这个先生 好 谢谢您 虽然今天没有吃到这个罐团包 但是带来这几道小菜 让我都非常食于想去现场 你品尝一下了 那么爱吃罐团包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 是的 我们的电子是在Severstar 在Severstar 在Severstar 在Scarborough 在Scarborough 包括屏幕上有些电话号码 大家提前预定预做都行了 这个时候我要继续尝试我们这些 自然肉非常重 非常新鲜的 谢谢先生 谢谢 好 我们稍后回来